跟我们临近的香港 日本 韩国 在高中考大学早就纳入英语听力测验 而我们今年首度试办 下午这些考场就登场了 在全国分八个考区来举行 不过考生普遍的反应说 里面的音听的声音听得很不清楚 怎么回事 大口中西首度试办高中英语听力测验 全国分八个考区举行 有12000多人报考 成绩可能在未来申请大学时被采计 考生普遍反应 难度是中间偏异 而题目中的男生讲话不清楚 速度快 连音多 所以不容易听懂 我觉得男生说话有点太小声 比学校考试还要快一点 速度快 速度快 速度比较快一点 听得懂啊 只是有时候他没有讲得清楚 讲题目说好像还蛮小声 不知道后面听不听得到 试题的播音是大考中心找外国人来录的 听不清楚也是侧听力的一环 因为根据上下文猜有些音 那其实我们听中文不也是如此吗 考试过程状况不少 台南一中考场有两个时段受到飞机干扰 而高雄新兴高中也有两间教室听到庙会方鞭炮 而听不到考题 这些受影响的部分最后都重新播放